我的說法是表達自由,不容剝奪 其實很簡單,我聽了這麼多人說是不著邊際的 德國曾經有國歌法,德國禁止共產黨和納粹黨 阿哥,你想不想這樣?是禁止共產黨 是動產黨員就要拘捕,你是不是想學習? 現在改了,人家走得比較好,不怕共產黨 很簡單,說來說去只是一件事 這位旁邊這個人沒有做功課,他不知道國歌法 為何要本地立法,就是要中小學推廣國歌 他不知道,他現在還在說要建議,阿局局長 你找人蹲腳,你給他們多點資料 第二個就嚇到我,聶爾作的歌 《旋律休美關》是填害什麼事? 旋律是填詞人填出來的嗎?白癡嗎? 這樣去宣傳國歌法? 直接說是侮辱,不熟書 我問何志平,是這樣來的 在2007年之前,我問他知不知道誰叫田漢 他不知道,我問他怎麼死,又不知道 他就說要做愛國教育 各位愛國者,不要像寧有師那樣 中華民國的國民,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民 香港特區市民,美國陸卡池有人 我們幾個國家 這麼寧有師 這樣愛國嗎? 我告訴你,你這麼愛國 現在在日本有兩個,一個叫郭紹介 一個言文說 是你們說的反對派走過去 為南京大屠殺有三十萬中國人 被人在南京大屠殺抗議 共產黨屁都不放一個 孟晚舟啊 是貴族啊 是太子黨啊 就去做啊 那你不是侮辱國家嗎? 又不熟書 總華人民共和國歌法說什麼? 培育和淺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大哥,這是什麼叫一國兩制啊? 我讀一次培養和淺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社會主義就是 習近平做大哥 共產黨就做黑社會 要人家全國家服從他 國家是為什麼而立啊? 是為人民而立的 去人家 我就是那個家的主人 不是我請回來那個管家 在這裡訂一條例給我 叫我幾點鐘吃飯幾點鐘不吃飯 不是由豬決定人的命運 說完結束一黨專政 你想人愛國 你就要放棄一黨專政 你就不要侮辱社會主義 社會主義而不是一黨專政 是人民當家作主 一個人多了